为推动中华电信爱帮忙企业志工爱分享的ESG作为 2022年第一场视障朋友看见博物馆的活动 在社群中分享报名资讯马上秒杀成团 111年3月17日搭乘台北市客运专车的志工和视障者走进故宫博物院 在故宫博物院协助下参与的志工和视障朋友来到大露台进行全体合影 中华电信爱帮忙 今夜志工爱分享 祝视障朋友看见博物馆 每一位视障朋友紧搭着中华电信志工的肩膀 来到故宫博物院多媒体式参与开幕活动 了解这一天要体验的国宝之旅 台湾非常有价值 非常有文化意义的地方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大家来 那怎么样看见呢 我们有安排了非常多的巧思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发挥除了视觉之外的其他的感官的感觉 比如说触觉啦 嗅觉啦 然后甚至是味觉 中午的部分 我们都希望能够让大家有不同的感受 为了让视障朋友能够深度认识国宝古物 中华电信善用资通讯技术 与淡江大学合作 研发出透过手机扫描 就能看见博物馆的服务 我手上有一个有声QR Code的一个牌子 那它这里有写翠玉白菜 有点字也有明眼字可以用看的 更厉害的呢 等一下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它的右下角会有一个框框 用你的手机相机 大家之前是疫情期间 尽量去扫那个失明字 对不对 类似这个概念 那这个我们有设计过 像之前有去海科馆啊 科工馆啊 还有科博馆啊 这些还有今天的故宫 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 你点进去找到故宫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翠玉白菜 看到肉行石 看到什么什么仿送鸭 等等等 你点进去 一样可以尽量拿口述一下 此次国宝体验 故宫博物院也出动了大批志工 参与解说服务工作 并且感谢在中华电信公司的发起下 有更多元的族群和伙伴走进故宫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服务市长朋友们 那也期待今天我们为大家所预备的口述影像导览 然后我们还有手作的DIY活动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次的体验课程 为大家精心设计的 在小组分组后 大家一起合照展开行动 用感受力和想象力 体验故宫之美 中华电信 爱双方 企业之宫 爱双方 属市长朋友 看见博物 耶 中华电信志工牵起市长朋友的手 在故宫博物院安排下 进行了许多趣味的无感体验 像是市长朋友最熟悉的感官就是听觉 故宫善用现代数位科技 制作了一支国宝总动员的动画影片 市长朋友用听的 就能感受到精彩的声光效果 和寓教娱乐的内容 另外还有仿制品的触觉体验 大家熟悉的翠玉白菜 肉形石 以及婴儿枕 都让市长朋友 仔细地摸了一遍 旁边这位 我们沿着过来 你要摸摸看 来 这就是磁器的婴儿枕 很小 这是他的背部 而要看到实体的宝物 则需要故宫专业志工的导览 在协助市长朋友 穿戴耳机后 走进镇馆 才能看见珍贵的典藏 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它 它是目前唯一这个顶上面最多文字 明文 经文的这个字 有五百个字 馆中不仅有古物 也有佛像 还有宫廷百事 翠玉白菜和肉形石 以及清明上河图 每一件珍宝 都令市长朋友深入其境 最近翠玉白菜 这是清朝的一件作品 那其实翠玉白菜 你都知道白菜是什么 青色跟白色 所以工匠运用它的巧妙的说法 把青色跟白色的颜色刻出来 对 然后你再看它上面叶子就是叶子 所以工法非常的精细 使用DIV香饼则是此行最艰巨而充满惊奇的挑战 施法宋朝文人雅士 制香雅趣 使用价格昂贵的天然香粉和蜂蜜 还有导香器具 在故宫解说老师的准备下 一应俱全 但是要将这些材料制成香饼 就要克服粉末灰飞的风险 工序相当繁杂 倒在一起凝成固体的香粉 要再放进模型盒重压 是让朋友的手作出体验 成果令人惊艳 可以慢慢你熟悉了就用力 好 你的出来了 我来给他拍个手 好漂亮喔 他做得很好看 对 来你 中华电信与淡江大学市藏资源中心 以及故宫专业导览解说的通力合作 让市藏朋友感受看见故宫文物之美和惊奇 更落实了数位与文化的平权 除了参观之外 还有很多的一个体验 那这些体验确实是他们故宫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市藏者来参与的 大家都觉得超出他们的意气之外 他们有很深刻的一个体验 而且是觉得 哇 国家有这样的一个宝库 然后又有更这么热忱的一个 又贼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感受是相当深刻的 珍藏在故宫的宝物 让市藏朋友可以身力其境的看到摸到 甚至DIY完成作品 体验古时候文人和高官贵族留下来的珍宝 参与的市藏伙伴收获满满 当然 而且他们真的很用心也很细心 那还听说还之前训练了许久 所以这是很用心的去准备 好奇宝宝 老顽童 反正对于能够接触一些新的东西 或者是说就地从有也好 总是觉得说是会感觉上后一辆都很高兴 中华电信博物馆市藏深度导览整合方案 是借由完整的设计 满足市藏朋友视觉以外的感受 此外 并且特制故宫市藏导览手册 让故宫增添更多无障碍服务的元素 帮助市藏朋友拓展生活圈丰富经验 促使中华电信落实爱帮忙的倡议作为 实践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的精神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中华电信